電訊營科企業方案呈現 支付通支付點評 是由 電訊營科企業方案 贊助播出 來到支付點評的環節 電話旁邊接通了銀行證券業務發展董事 羅尚佩 Eugene 早安 是呀 早安 Eugene 又到了冬天 即是又到了一個打邊爐的季節 海底撈的業務範圍比較廣 除了有門市之外 還有一些可以在家自己製造的冷人火鍋 現在冬天越來越冷 你認為海底撈的業務性質 可不可以教同行提高一線呢 可以的 始終有季節性效應在 今年冬天都早了 你看到現在香港 今早都開始冷了 所以對於打邊爐這件事的需求應該會大 但當然很多投資者都會擔心 甚至大行都會擔心 就是食材價格的問題 確實是過去幾個月 食材價格是升了很多的 但是對於打邊爐 海底撈這一類的業務來講 他又不敢加價加得太厲害 因為競爭都大 但是據了解 他在其他地方都可以拿到一個挺高的毛利 以及毛利的增加 整體的增加都有機會的 因為包括其他那些零食小食 湯底的減價那方面 其實對他都有幫助 所以我想今年他那個盈利的情況不差 尤其是在第四季和下年的第一季 所以股價其實由高位38元 已經是跌回到之前的32元 33元這些位置 現在升回頭了 那麼拿中線一點 看看在冬天的時候的股價 有沒有機會再試上高位38元的目標 那麼海底撈現在最新做34元1號5 現在升了超過3.7% 那麼你認為現在這個股價 觀眾應不應該去吸納 或者他們應該要怎樣保處會比較好 等一等先 在34元以下做第一支 第二支就放回31元那裏 中線的目標剛才說 就是38元 所以想買的投資者 就不需要今天強行急追 那麼等他34元留下回一回的時候才再算 那麼只賺、只蝕位定在哪裏會比較好呢 那麼只賺剛才說是38元 那麼只蝕就定在30元那裏 好 大家都可以留意著這隻股份 那麼Eugenie本身有沒有拿著這隻股份呢 沒有的 好 麻煩你今早早的分析 不過提醒大家 剛才嘉賓所說的是個人意見 並不是任何的投資建議或推介 做所有的投資都要衡量自己可以承受的相關風險